下一個是剛才講過的事情 剛才跟你講說月亮出來時間會延後 然後我說潮汐也一樣 潮汐也是一樣 每天滿潮時間會延後50分鐘 為什麼?一樣 因為月球繞地球工程的關係 因為月球繞地球工程的關係 所以每天潮汐延後50分鐘 今天9點鐘滿潮 明天9點50 明天9點50 所以每天會延後50分鐘 這個要背起來 考試會出題目 做一些簡單的計算什麼之類的 所以請記住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關係 每天會延後50分鐘 解釋 好 這個面對月亮叫滿潮 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 考試題目 面對月亮跟 對對月亮的時候是滿潮 OK 面對跟對月亮的時候是滿潮 好我現在是滿潮 如果月亮不會跑 我地球轉一圈怎麼樣 又是面對月亮又是滿潮 所以今天這個時候滿潮 明天還是這個時候滿潮 不會延後 但是月亮會跑 月亮跑掉了 要這個時候才滿潮 所以你昨天這個時候就滿潮了 今天要多轉一點點嘛 多轉 所以叫做什麼 延後嘛 那延後多少呢 就要延後轉裡面那個小圈圈的角度 那個綠色圈圈的角度 綠色圈圈就是外面那個大圈圈 那外面的大圈圈就是月球公轉一圈的角度嘛 所以地球要多轉 月球公轉一圈的角度 月球公轉一圈的角度 月球公轉一圈 月球公轉一圈 數晃月29.53天 恆星月27.3天 我們算30天 好算 所以轉30分 一天轉30分之一圈 所以地球要多轉30分之一圈 轉 一天24小時 一小時60分 往裡面成 所以48 就說50 OK 這就是為什麼 我又再解釋一次 為什麼會延後 老話一句 聽得懂 很好 聽不懂 死妹 背下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 潮汽月亮出來的時間每天延後50分鐘 潮汽實際的狀況 會受到地形海流的影響 之類的東西 所以台灣有些地方 一天只有一次滿潮 一次乾潮 我們叫它全日潮 整天一次 一天有兩次的 叫做半日潮 還有叫混和潮 有的時候一次 有的時候 兩次 這個名詞 高中才有 國中不用管它 你只要知道 它會受到影響就好 所以 考試題目 用呼嚨的說法 每天有兩次滿潮 兩次乾潮 對 對 可是用打包票的說法 台灣每個地方 每天都有兩次 那就是 錯 聽懂嗎 我跟你打包票說 台灣每個地方都有兩次 那就是錯 我用呼嚨的說 每天有兩次 對 每天有兩次 對 打包票的時候錯了 然後呢 這就是 這是當初為了要讓同學明白 什麼叫延後五十分鐘畫的圖 後來發現它這個圖有用 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九點鐘 明天 怎麼說 九點五十 九點五十 這叫做每天延後五十分鐘 中間還有一次對不對 中間還有一次 所以超下來 朝夕週期 十二個小時以後 二十五分鐘背下來 朝夕週期 十二個小時用 二十五分鐘 朝夕週期 十二個小時 二十五分鐘 然後最後乾草 再切一半 再切一半乾草 六小時 十二分三十秒 大概六小時 大約差六小時 OK 這要跟你解釋 什麼叫做 每天延後五十分鐘的意思 然後呢 以後有用 那朝夕會有這些影響 看看就好了 影響海釣啊 倒會有的釣魚啊 因為漲潮的時候 魚會跑出來 所以會有影響給釣魚啊 游泳啊 有人現在游到半天 就越游越發酷啊 因為他在退潮啊 還有什麼往後拉 往後拉 然後船是進出 這我以前有過啊 我年輕的時候去金門 船上戰鬥椅 回來那天 一才就上船 上船的時候 地面跟甲板離得很近 上船就不動不走 撐撐撐撐到快要中午才開航 出開航的時候 船跟甲板跟地面離得很遠 幹嘛 等漲潮 所以撐撐撐是一個爛港口 它就是要等到漲潮 水才夠深 船才能夠進出 它這個卡是不是會擱淺 然後它就會擱淺 所以它會影響船是進出 然後呢 這裡可以清汙那個打拉耶 清除汙泥啊 然後這個是你們地裡有家對不對 我澎湖骨魚啊 食物 這號稱全世界最美的食物 雙心食物 適合帶著你的旁邊那位大哥或大姐去 永結同心一下這樣子吧 見證你們的愛情 雙心食物 鴻湖骨魚的方式 替你交過 然後呢 剛剛講過 潮渣分太大 港口那個潮渣就很麻煩了 漲潮就可以進去 但如果就進不去 這樣很麻煩 潮渣小 然後還有 這應該是李化老師教的 潮紀外面 這應該是李化老師有教的 OK 李化老師有教的 可以嗎 這就是 有關於一些潮汐的說明 OK嗎 OK 很好